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蓝夏如 感谢收看今天12月23号的宜兰新闻 新闻首先要带你来关心选举的消息 现选委会今天早上在泄民大厅 举办了第九届立委选举号次抽签 结果陈欧破抽到了1号 孙本宇2号 郭如钊3号 李自雍4号 林宪三5号 吴子韦6号 吴绍文7号 邱锡奎哲18号 千号一出炉 各候选人阵营立即喊出了盛选的吉祥话 钢选的声音在会场内回荡着 候选人依照登记参选顺序进行抽签 首先上场的是五党籍候选人邱锡奎 邱锡奎穿着巨当农奴的衣服 象征要为农民发声 在抽出8号签后 和团队高喊人民做主 八面威风替自己加油 八面豪人民政府 团队高喊当选民进党候选人邱锡奎穿着上场抽签 结果抽到一号签 要以一等国会一路领先的气势再继续人认 而不断打出把幸福找回来的国民党候选人李之庸 则抽到4号 好人做好事 做事不作秀 团队气势高昂 以关心农业环境议题的绿党社会民主党联盟 费者吴绍文在抽出7号签后 并没有含口号造势 因为在败票时常被相亲问是男生还是女生 所以特地拿出我是女生的板子 开心完成抽签 吴绍文女士抽到的是7号 等一下等一下 而长期关注社会议题的五党籍候选人孙柏宇 抱着轻松的心情来抽签 结果抽中心目中最理想的2号签 兴奋大叫 太开心了 孙柏宇女士抽到的是2号 我为什么要抽2号 因为2号总统立委大选2号 郭武昭是军功 叫联盟党候选人还自己带了毛笔和纸来 自己的吉祥话自己写 在抽出3号签后 为自己写张三阳开泰讨喜 3号三阳开泰 谢谢大家 在南洋技术学院任教的范盟党林宪山 抽签前向陈沃破下站帖 希望双方就民生经济议题进行辩论 而林宪山一抽抽到5号 福气满满 林宪山先生抽到的是5号 丑伙先生 能够针对民生经济议题 能够来做辩论 尤其现在是国家面临一个重大危机 包括这个扫子高女化 还有整个年轻人二十二推的问题 还有现在大专院校的一个 招生不足面临退场的问题 希望能够来进行一个辩论 最后一张六号签就确定是大爱宪改联盟吴子维 没有团队造势 没有啦啦队 相信六的吉祥数字会带来好运 第九届立委选举号次抽签 奔计八位候选人都亲自到场抽出自己的签号 接下来竞选活动将从105年1月6号开跑 到1月15号为止 另外在明年的1月9号和12号 会举办电视公办证件发表会 最后1月16号举行投票 一段视频记者黄朱翰 怎么不到